这个沐昕先生今天凌晨三点去世了 也去世了 就是陈南京说他文章写的好的 在乌镇 文章写的好 那就好 感觉就是说 因为他长文章短文章也有 他有一些像语录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一看一两句难忘 而且真是英俊 沐昕英俊 长得就像希腊的男的雕像一样 而且人也是同性恋 非常美 画也画得好 他的文字很特别 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按说他的晚年 当然他是善终了 活的岁数也很大了 我就觉得现在会不会有这种 有些人有过牢的问题 你比如说 咱们讲到这几年的新闻 死人的新闻 有几个比较引人注意 加上咱们今天说这一出 就类似几个 在中国大陆 类似几个小白领 就是怎么会类似 你知道 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感觉 就咱就说这个乔布斯 那天跟徐克聊天 把他讲这个事 就你不是研究李敖吗 李敖有一个观点 我这个有保留的同意 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这个乔布斯 有那么伟大吗 他说其实说到底 他也就是发明了一个工具 可是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素质没素质的这个人 你有这么一个工具 你还是胡逼蛋扯 你只不过 你看看他们在微博上 在QQ上这些个 对吧 这些个胡扯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你只不过是有了一个东西 你大量的时间耗在这 但是我为什么说 我说有保留的同意 因为我还发现 乔布斯的一个害处 你知道乔布斯 我真的 我现在也觉得 他有那么伟大吗 我有种怀疑 为什么呢 我现在感觉 他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 按说我不是温家宝总理 可是你知道 我现在的时间 比那个 比那个就是 我像守财奴一样 在算我这个时间 我觉得我比国家主席都忙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因为 这个从比尔盖茨 到乔布斯 你知道吗 实际上他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 实际按说是方便 可是这个方便 却使得你更加忙 因为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 是可以让你在五分钟之内 同时处理八件事 你明不 过去你从甲地到 从中环到通罗湾 你坐车上 你也干不了别的 看看风景 你就去了 有个悠闲 可现在你坐在车上 一击在手啊 你也可以给他发个信息 跟他联络着 也可以跟他回个邮件 还可以在这看着新闻 还可以在这准备着节目 还可以跟小青人聊聊科 你觉得吗 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把人的贪心呢 就想想干更多事的贪念 都引出来 没有他 所以我每次啊 看到很多经常见的 卖手提电脑的广告 你们一定见过 不同牌子 都用那种创意来做的 总是在海滩 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捧着那个手提电脑 非常高兴的 电脑上面 屏幕上面显示一个报表 电脑报表 然后呢 那语句就是说 用来我这个电脑 那么轻那么快那么好用 你可以一边度假 一边跟全世界联络 我每次看到那种广告 都觉得真悲哀啊 以前我们去海滩 就是去海滩 对不对 在抱着那个女朋友也好 老婆也好 现在是带着那个电脑 来打报表 所以现在重点在于说 收回你说 你有所保留的部分啊 它伟不伟大 我觉得说 你有了那个工具 我们相信那个可能性 在哪里 叫说 你本来不怎么样的 本来你是没有机会借出的 可是那个工具 给你一个机会 你永远不知道 从工具 透过工具 联络到的人 你会发展出什么来 不然的话 你我们假设 你是聪明就聪明 聪明不需要工具 也是聪明 你是笨蛋 给你工具也没用 我们不能做这样假设 我们假设 每个人差不多了 没有像那么天才 也没有像我这么笨的 就是差不多了 给你一个工具发展出来 我觉得它伟大 那个工具的伟大 是在这里 是 但是呢 就是说 这到底是佛还是魔 你知道吗 在人定力不足的时候啊 你提供给我这么样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就是 你会特别的忙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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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不回 首先比如说 你有了手机时候 这种我们有了手机时候 就基本上没有了上下班的区别了 没有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们进入了这么一个过渡 我常常说这是过渡沟通的时代 进入这么一个电子过渡沟通时代之后 好像整个资本主义啊 的生活的划分方式 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这话怎么讲 因为念社会学就知道 社会学家或者历史社会学家会告诉我们 我们现代人的所谓的工作跟休闲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二分法 是资本主义到19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个产物 你比如说像以前一个礼拜工作 要有一天假期 法定假期 要有周末假期 这都是资本主义后期才有的东西 要有个法定假日 也是后期才有的东西 因为你以前 你才想象得到 以前你在农场 在农地里头 比如说我们以前看一些老农民 他们是没有什么的 叫做我现在下班 我休假 不会有这个概念 他就坐着坐着累了 我歇的 歇好了 再坐 那如果真要休假 那是由自然决定的 比如说收割完了 天凉了 等过年了 那你就休假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你的工作内部 你可以区分出来 我每天工作几小时 什么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像那个阿多尔诺 他不就抨击吗 他说他认为最好的生活 就是工作休闲分不开的生活 说他就是那样 他从来不区分这个 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了 我们终于回到了阿多尔诺 想忘了那个时代 真的彻底分不开 但这个彻底分不开 跟前资本主义的那种分不开 就不一样 不一样 前资本主义那种分不开呢 比如说农田里面那种生活 你说我分不开休闲与工作 那种状态是一种更 天人合一 更舒适的 更舒适的 现在我们这种的就像嘉辉讲那个 你抱着个电脑到马尔代夫 没错 上边这个 真的是现在我的感觉就在日理万机 一点没错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汉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并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我觉得是对自己的野心更大 所以为什么这个佛家常讲这个五一六成 这是给你提供了很多方便之后 让你对成就一个自己的野心更大 于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说过劳 为什么我说忙 你好比说我现在觉得 我要运动成就自己 我得身体要好 我也不能胖 我锻炼 好 每天跑步一个小时 这对于现代白领是一什么概念 你知道 你跑步前后得有准备工作 完了得洗澡换衣服 这一折腾 两张头对吗 两张头好 后来我想这还不够 我还要更进一步 我说我每天游泳一个小时 你知道那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飞 从早上起来说我以后要做个吃早餐的 工作还得照常坐着 朋友还得照常交着 你知道过去的你一点都不想放弃 然后呢 你又觉得你可以更多 有些公司老总前几年猝死的 你这很可笑 猝死在哪呢 猝死在跑步机上 半夜十二点 我今天的任务要完成 是吧 我得体型要维持 我还在跑 猝死在跑步机上 那可是假如你说用网路 会让人家贪心啊 想做更多的事情的话 这个当然要自我控制的问题嘛 懂不懂得去控制 可是问题在于说 它真的有那种好像吸毒一样 有我们叫上瘾了 上瘾的特质 你一定会所谓上瘾 其中一个定义就是说 你一定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才能给你同等的快乐 满足感 它里面东西为什么呢 有生理学的 证据的 所以很多的研究报告是说 但你上网晚的那个动作 眼睛跟那个继续的互动的情况 会不断挑动 气急你大脑某一个区域 会改变的 会改变你某个区域 区域的结构 生理结构 所以呢 你这完全是几人以后 从那个方式来面对 跟人家来交往 来面对你的工作 你已经不耐烦 甚至不耐烦 现在年轻人 不耐烦看完一部电影 完全不耐烦 它是有生理的技术 软件改变了硬件 对 它生理基础在那边 它那个attention period也短了 对 所以呢 现在呢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方便 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更多 但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说 就以政治哲学叫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意思就是占永性的个人主义 什么意思 就是现代社会底下 我们每一个人 用来定义我自己的方法 成就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占有一些东西 占有 拥有一些东西 占有 拥战一些东西 拥抱一些东西 对 有的更多 我更大 对 我更有意思 我生命更丰满 我更有成就 对 但问题是 现在这么多工具 这么方便 我们理论上可以有的更多 但是有的更多 多数学会出现你刚刚讲那个情况 你很忙 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好我们怎么丢 你一直在学的是怎么样去拥有 从来没学过我应该放弃一些 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变成这样的生活 你每天要运动两个小时多 嗯 又要变成一个吃早餐的人 对 你早睡早起了 对 那你邓文涛就不可能再过一个十几年前那种日子 比如说晚上哥们叫你出来聊天什么 你就不可能了 没错 你就应该丢那个了 哎 但然后呢 但是那个呢 可能在心理学上对我有意义 嗯 没没没那个 可能这人抑郁成疾 你知道今天我们公公公公公司一个司机就讲 他讲他的根本没有时间做运动 他说我每天忙完了 晚上回家已经九点十点了 他说我吃完晚饭 洗好澡 我再看一小时电视 我就 混了 就就不是 就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 我说那你不能不看那一小时电视吗 他说哎呀 我每天只有这一小时电视 是我一个人 老婆孩子都睡了 他说你知道那是我一天最舒服的时候 他说如果我不躺在那 看这一小时电视 我这一天就像没过 我认为别人过了一天 没有理解为什么现在有工作的时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葱 杨 scenarios 不放婴市 解释